第七場,現在正在入閘了 這場最好賽職的就是三號 跑兩次,一次WIN一次Q 從未落地的,所以買賽職就買三號 三元密路,七號就沒有落飛的 但是他又跑一次贏一次,又是周進六跑 有格子就是六號、十號 莫雷拉托潘頓 這兩隻馬都是初跑此程 不過這兩個騎士今天表現非常好 博愛有威,現在有六格子,博愛有威也好 他跑過一次WIN一次Q,然後七次落地 但是呢,弱點就是跑十二檔 比較上要吃力一點,就是考他的決策 考他的決定 蘇明倫的11號海盜才子 因為蘇明倫到現在都沒有贏馬 那隻馬都是贏過,不過贏過一場 最好賽職是三號 十四號就是連回第四 就看看他有什麼表現 前面快的馬,有這隻超殺王子 在裏面就要搶出來放 再看到第三位的馬,外面是那隻 渺渺精彩,紅衫 第四位,中檔三元密路,內蘭 第五,紅衫,黃帽,電信火箭 再下一層,還有紫色衫外面 第六位,快步速 中間還有黃衫那隻機械戰士,內蘭日咒月章 再後多層,海盜才子 再後多小鮮,超好日子,內蘭尾四 拍著他,外面還有一隻連連行運 後面那幾匹馬,有這隻博愛有威 尾爾,包著落尾,安逸寧靜 接近香港特學院灣,淵淵精彩 放了出來跑,銷手王子跟著他 保羅城傳第三,第四位,內蘭電信火箭 第五位,白衫,藍咒,三元密路 內蘭,橙帽那匹,還看到馬匹 有日咒月章,外面快步速 再後一點,才看到馬林中間 黃衫,紫色眼罩,機械戰士 內蘭,淺藍衫,尾五島 就是海盜才子等入面 超好日子,跟著他後面,綠衫 也在馬林中間找位,擲到最出那邊 是那隻博愛有威 好了,最後直路了,淵淵精彩,佔先了 看到外面三元密路上來 中間保羅城傳也在追 在外面,快步速,賣變 在外面,還有海盜才子 現在才拿到出去,外面衝 還有超好日子的馬 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透出的馬就是三元密路 緊隨其後有保羅城傳 中檔位置,日咒月章 外面位置還有快步速 外面超好日子,現在才上 接近終點,三元密路 輕鬆贏,保羅城傳入考第二 第三名,日咒月章的機會 是不是高高一隻超好日子呢 贏過這個路程的,兩隻馬都從未落地 3號,7號,早了Q 14號連番跑第四 連番跑第四 他們買的位置都有三點幾倍 臨開飛之前 即是臨開跑之前 我買了14號 我買了14號 Winplay 真的挺滿意的,我滿意去跑 這隻不錯,7號 跑一次贏一次 又是周俊樂騎 這個不錯 3號就是保羅城傳 他跑兩次 一次Win一次Q 所以是路友專長 14號很少人貼 但是臨場有十幾倍 這隻馬 這隻馬 都很好,今天我都選得 這隻馬我覺得都不錯 超好日子不算很快 六三在後面那隻 前面快的馬有這隻瀟灑王子 在裏面保羅城傳 三幾個戰部就要搶出來放 再見到第三位的馬 這隻瀟灑王子 你買了他就很開心 但是他每次都是放頭的 但這次放得好像急了 還有跑外檔 你每次都有一段帶頭 那你就好像一開跑 一開跑就叫呼 就像那樣子 那隻瀟灑王子 那隻瀟灑王子 就放了出來 這隻瀟灑王子 就在前面 這隻瀟灑王子 就是瀟灑王子 這是冷門馬 幾十倍 那看一下周俊樂 看一隻周俊樂怎樣跑 跑得挺好的 彈開幾個馬位這樣贏 都挺厲害的 真的 秒秒精彩在這裏 還以為有機會爆冷門 怎麼知道藍馬在後面已經衝上來 看周俊樂的藍衣仔 周俊樂的藍衣仔 接著是藍衣衣仔 14號 打到掉了 很勇敢 賀冥蓮 日咒月章巴道 有35元位置 挺好的 37有290 挺好的 32014號 日咒月章 32013號 32014號 日咒月章 為止快35元位置